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四 台北股市又跌了302点 305了 一天大涨 一天大跌 昨天涨快300点 大家很高兴 那今天一大跌之后 大家又落寞了 如果你的操作 会随着行情的起伏 情绪跟着一起 死好死坏 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代表你的分析 没有一个准确性 行情你要有自己的 一套看法 不能随着行情起伏 这样你才有办法 很充容的 面对这个市场 才不会追高杀低 追高杀低 你看最均的行情 一天大跌一天大跌 一天大跌一天大跌 你如果没有一定看法的 巴西喔 真的叫巴西喔 灵合院大盘分析很准确的 你们长期看我节目 你们知道 你看我过年前我就预告了 开始进入四十天的区间 我今年已经就说了 未来四十天 起起落落起起落落 短线的部分 八天的循环 叠八天涨九天 所以当时我就跟大家讲过 外置有两万九千口的空单 尤其开始进入八到九天的回档 瓦珠一定会打下来 一定会打下来的 一定会打下来 你看后面行情是不是 是不是就怎样走 我说说在这一天嘛 对不对 那到现在第几天呢 第几天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今天第八天了嘛 所以昨天涨了快三百点 我是不是讲了 我不认为会直接上去 因为还在短线回档修正的时间里面 所以随时 还是会再打下来 完全又跌了三百零五点 所以今天跌 完全在我的预期中 一点都不意外 一点都不意外 那今天跌到第八天了 对不对 明天就第九天了嘛 主要注意这两天 会不会出现反转的讯号 所以你要掌握这两天 行情压回的时候 底部的股票 贪机会快漏却 不是看着漏就走到要死 不是这样 今天为什么会大跌 昨天晚上礼拜三 美国公债殖利率又上来了 所以道琼跌了一百二十一点 一百二十一点没多啦 不多 那达克跌了2.7% 飞行帮我提跌3.1% 美国股市多两天啊 礼拜二就跌了一天了 那礼拜二跌 跟礼拜三跌 只是把它怎么样 把礼拜一大涨的消化而已嘛 你看礼拜一到上去六百几点 然后两天都只跌一百多点而已 所以还是很强的 科技股是比较弱 飞行帮我提 两天去五点六趴 接下来两天 又跌了六趴 所以跟大家讲过 美国其实没有那么的恐慌 飞行帮我提只是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你啊 道琼反而相对较强 你看道琼是不是很强 是不是很强的 道琼是不是很强的 道琼相对是比较强 那昨天美国股市 来起什么股票 来落什么股票 这个每天你要知道 知己知彼 才能够百战百胜啊 了解美国的现况 你才会知道 台湾会跟着怎么样去走流行 昨天礼拜三 美国 我们来看 昨天美国科技股的部分 相对比较弱 跌幅都 2% 3% 4% 你看苹果跌2.4% 对 IC股的部分 跌的都还蛮多的 对 美光跌了2.1% 特斯拉也跌了4.5% 昨天美国银行股很强 美国的银行股都涨1%到2%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美国最近这段期间 最近三国的 美国的银行股是最强的 平均涨幅都在60%到80% 平均涨幅都在60%到80% 富国银行起最多 摩根斯坦利昨天又创新高了 高盛昨天也创新高了 那台湾的银行股会不会跟上 你就要注意了嘛 间跌305点 你看银行股 虽然跌都跌0.1 0.2 都跌一点点 大概都跌一个跳动点而已 大半路300.5点 银行股是不是很问题的 所以我最近一直提醒你 美国银行股最强 已经三国的了 台湾的银行股 一直都还没有跟上脚步 后边你要注意 我知道很多人对银行股 比较不幸福 你看今天的新高量就知道 今天电子股还是占了70% 虽然电子股有些跌很多 可是大家还是对电子股 比较有兴趣 金融股才2%而已 才2.8%而已 很多人一定会想 金融股在大股 不怕 不幸福 还是喜欢电子 话你是这么说啦 等到行情开始加温了 大家还是一窝风嘛 是不是 你看航运股之前 长龙扬名十几块的时候 大家还是说 没钱多啦 那现在涨到三级了 大家抢破头 就抢破头啦 所以这里你不去注意银行股 到时候银行股开始加速的时候 那你又追高 何苦呢 养成底部买 才能够赚大钱嘛 对不对 现在全市场我看还是只有 我在讲银行股而已 我去香港跟他做一支 哪一支 哪一支 最好的啊 各行各业 各类股 你不要像撒网在捕鱼一样啊 全部抢那一大堆 最好的那支 但抢就对了 银行股最好哪一支啊 当然是负方金啊 我对42块就开始说啊 42块就开始抢啊 一直在买银行股 一直提醒你们的银行股 你看负方金 我对42块一直抢一直抢 一直抢 一直抢 已经起了52块啊 已经起了52块啊 你看每股净值67.85耶 每股净值67.85耶 那股净值50 连净值67.85 还差很多 这最远啊 大盘涨到1万6 什么最远 银行股最远嘛 我跟大家讲过 负方金啊 没来吃喔 你等着看啊 啊真的喔 对40起到90 一倍啊 对不对 你不要说不可能 它有那个价值 因为那个银行股 你看赚6块2 都涨到快70了 古年是贪8块9耶 当然有这个价值嘛 对不对 我不是说一定会来 会来不会来看市场 炒作的结果 啊有那个价值 没那个价值 有那个价值才会来嘛 如果没有那个价值 你量估它就高估了嘛 是不是 国泰现在不错 净值55 现在至4243而已 好这也都是 优选的标的 今天台北股市跌了305点 昨天很戏剧性 我昨天说外资是 自编自导自言 台子骑抗担两万细琴靠 咱败沙周 台子骑结算 所以开关心来打下去 抗担補掉了 揉关起来 所以昨天外资是 自导自言 开关 抗担下去 压低结算 之后拉高 抗担又抗担回去 所以昨天外资最后还是留了 两万四千口的空单 外资流两万四千口的抗担 刚才美国高市拔 一定修理台股的嘛 你要了解目前外资 心来所想的是什么嘛 所以今天开地一百亿四点 外资又卖五百二十五亿 把台股打到跌三百七十点 太满路三百五点 那外资今天台子骑抗担補一千百口 那外资要打压台股 一定打什么 一定打大支的嘛 连电台积电日月光 包含连八颗 一定说这个嘛 今天外资台积电 卖三万几十 你看 上星期 你看今天IC股 台积电 这个跌幅就是说三趴 连电五趴日月光三趴 连电五趴 华邦电四趴 连电三趴 三趴 所以家人已经就讲了 过来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啊 12个 12个 那些企业 全部都要快走 大支的全资股也要快走 你借完之后 全新主流在中小型 一些家人已经讲的一模一样 抗担盘到现在 大支的一支一支拉 小支的一支一支白起 是不是都这样 我还特别点名台积电 日月光 联发科 台达电 都不可以买 我今年就开始跟你讲了 台积电开门头一天 起到五趴 我也是说不可以买喔 不可以买喔 你看你过年后买台积电 你怎么赚 越走越多年啊 对不对 上礼拜五外资一口气台积电就卖了400亿了 买六万几张买四百亿了 今天你买三万四千几张 最起码卖了 一百七十亿一百八十亿啊 日月光开门掌停板 也是只有林特彦说 不可以买喔 不可以买喔 进入淡季了 你看你如果去买日月光 是怎样 你买日月光是怎样 一楼下来 一楼下来 我都跟你讲 你们听得进去听不进去而已 你在这里买日月光 你占不了便宜啦 买的你要买的 底部的不才会贪钱 对观的 都很危险的 我一直跟大家讲 一直传达这样的观念给你们 你看日月光当时没的 五十九九六十块没的 你们都知道啊 你们都知道啊 三个半个八十五% 我今年已经买掉 买一百块 我虽然没有买最高 我不是新了啦 哪有可能买最高 对不对 我能够买在相对 买在相对底部 卖在相对高点 那就贪大钱啊 对不对 我五九六十买的 过年前一百块钱卖掉 虽然冲出去 我坚持不追高 是不是买啊 日月光会再随啦 你放心啦 又有鸡筒给你买 你别急 你看外资作帐 大家都在讲台积电 大家都在讲联发科 只有林和宴在压日月光 日月光是否起最多 长得比台积电跟联发科更多 我最好贪70% 也很棒啊 国具 我国具也是底部买的 三百二十四块买的 买完之后 连奖四个月 起到九十八% 我最后在过年前卖掉 六百块五买掉 我也贪80% 也很买人啊 也很迷人啊 对不对 看完盘之后 大家都在想涨价涨价 国具又买管 有人说 啊 你的烟瓶被洗掉了 别够了 买的就好啊 我说我卖掉就卖掉了 我的个性我不追高啊 我会高兴我不要对管啊 第一部我还要买 管店我不要追 我还去找第一部的股票就好 而且我要告诉你 国具华星科 不好买不好买 为什么 报纸都说要涨价 为什么连天说不可以买 因为日本的两大厂 春天制作所已经下了 太行又有电也下这么多啊 你国具华星科要怎么冲出去 是不是 要怎么冲出去 你看国具 我说完之后是落下了 今天又大跌17块钱 华星科冲出去 华星科过年后冲出去 你给完了冲出去 我是不是提醒你 财报利空 第四季衰退30% 财报利空 我叫你不好去堆 买了不是落下了 咱们报纸又说 昨天报纸又讲 华星科要三度涨价 咱们大家过去穿华星科 我看到头目的烧 大家都没听 都在看报纸而已 你知道今天春天制作所 又跌了1.3% 这涨了 华星科在去的时候 春天制作所跌1.3% 太阳佑电也继续跌 今天春天制作所 跌2.3% 华星科 华星科 17% 太阳佑电 华星科 20% 华星科 华星科 怎么办 如果以20% 来算的话 如果以20% 来算的话 这都要败 会比较多 国具 我今年看好 可是 不是现在 你等他这里 整理完 可以 我带你来 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吃快都败了 该等你要等 养成买底部 才能够赚大钱 30% 50% 你就可以轻松赚 你每天看我节目 我一档一档 一直对线给你看嘛 对不对 一直对线给你看 你看我旺红是不是 底部都开始买了 对不对 烫了很多 群创高货就开始买了 是不是都买底部的 顾半个 就烫了10% 双红买底部的 五股的赚了1.5倍 就是要这样做嘛 让把人帮你抬轿 你不要去做傲人 帮人扔轿 这样就好了嘛 过年后有全新底部的 其他的股票啊 我今年就说了啊 你看靖泰 是不是第一步的 大半期四十点都没去 业绩还创新高 抗盘第二天 靖泰48块 48块半月 五十块又加嘛 啊 当天买 当天涨停 隔天再来一支 一星期的时间 二十二% 啊有力不 什么都没力啊 买底部就安全 我很希望它下来啊 下来才可以再 减便宜嘛 啊 平米到十倍而已 最终国票有力 都是好机会 接下来三月的重头戏 三月之星 超级年报行情 开始上当了 你看中港课 财报发布完之后 两桶两桶啦 财报发布完之后 两桶两桶 所以在找这种的啊 我上星期买台光店 上星期是没的 买完之后 买完之后 七五开盐 又买百六个 上星期又买五百点 台光店我买完之后 开心力市涨 礼拜一又继续涨 是不是第一步的 五五个的台 所有数据都是历史新高 啊打五五个 昨天也是继续涨 今天大盘跌了 三百点 也是未来嘛 也是未来嘛 也会很用的啊 超级财报你要买 要没起的 大涨过的 就算利多 也会变成利多出镜 所以超级财报期间 业绩烂的一概不能碰 只能买底部的极油股 我这礼拜天 礼拜天 礼拜天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 这两条演讲 我要告诉你 三月之星 超级年报股 哪些股票 准备从底部开始上来的 去年业绩大好 高级很热的 我一支一支 点名就跟你说 等下广告时间 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天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讲座 三月之星 超级年报 进段广告 希望马上回来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 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 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光台信长 你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礼拜天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三月之星 超级年报股 你如果真的没法来 那可直接跟着我一起做 囤积底部基欧股的活动 我们继续来变50% 我带你进 我就带你出 而且我们只要买台北的 我们只买底部 我们不买高档的股票 一支一支30% 50% 我们要贪下去 有把握我们就做 没有把握我们就不追高 养成这样的一个原则 你看凡账 是不是底部的 我买凡账你们都知道 对 特斯拉超级黑马股 是85块买的 85 86 87 88 买之后开始买 上星期五 五百点 大起五百 好 礼拜二 直接攻掌停 怕你反账 继续去 好 反账继续去 你看这样一上来 40%啦 40%啦 是不是都买底部的 买底部 要贪30% 50% 是不是很轻松 对不对 这器官就不要再去堆了 让我找底部的 最近最强 什么产业 高额复求肝 拳头顾之后 我再带会买高额复求肝 拳头顾之后 我再买高额复求肝 你看复胜应用 明安 今天明安也是继续涨 对 今天明安也是继续大涨 我是买大田 起涨的时候 跟大家讲的 1个25户 大田 五十八户半月 你看到明安 在想开始起了 越起越高 大气 上星期五 六个五百点 继续起 我昨天八十五千万一半 我买一半感情不算 昨天继续大涨 因为发布财报 今天大半六三百点 继续喷出 五十八户半月 一股的六十八 一个月六十八了 你们都看在眼里 是不是一支一支都买底部的 那气管就不要再堆了 大田不要再堆了 我还要跟我说 有下来再说 继续找底部的股票 比特币大涨售费股 你都在看这个 我在看这个 才是真正赚大钱的 你一个月两亿三亿 要看什么 华硕才赚最多的嘛 对不对 我华硕 两百十就开始说了 两百十 两百四十九 两百四十六 我底部 底部的时候 你们都嫌他慢 开始标了你就知道了 押回来继续买 最近又开始标了 开始冲出去了 上星期是大戏 上星期又大盘 要500点收到的 礼拜又继续冲 昨天又继续大涨 今天大盘跌了三百点 华硕人也是没力 人也是没力 这会冲了多少 四百块的来购 两百四五的 穿到四百块 会怎么样 赚翻了啦 不会怎么样 赚翻了而已啦 对不对 中光电 三十二三三开始说的 是不是有了五十几% 你像我这样做 三十%五十%很轻松 接下来超级财报 超级年报 哪些股票 要从底部开始涨 你不要去买的 我演讲会上来就说 礼拜天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 三月之星 超级年报股 大家进来报名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